如果想撲下的話 在這些事況去撲的股份 其實中國建築國際也可以留意 無論你的收入也會穩定的增長 還有合同也管理了 尤其今年的增長應該會好過去年 再加上內地的經濟活動慢慢地 我覺得會適合 還有對於預製組件的需求 其實也會有一個慢慢地增長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trend 在建築的方面 所以如果大家想找一些相對上穩定的股份 中國建築國際也可以考慮一下 上網可以上網住上一個8 或者12元這些水平 向下的話你看住9.8 如果它跟你打穿9.8的話 你轉期就可以看一看出來 看它可能壓緊9元的股份水平 可以找到 如果站得穩的話又會買一買 因為這個其實它也是完全很誇張 上上下落落地發展 但是OFORO來說 我覺得它也是有能力做好 如果那個市況 不是說有些重大很驚恐的 向下沉的話 應該可以慢慢平穩 上回到11個多 或者12元這些水平 有機會 但是如果讓你來做的話 很有可能 很明顯 那麼首先 可以